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幸福的婚姻 婚姻这个话题还是很值得谈的 然后我一直在想这本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 或者说我们讲给谁听这本书 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迈入婚姻的人 你特别想了解一些婚姻的知识 那这本书毫无疑问是很适合你的 然后第二个,如果你是在婚姻当中已经很长时间 五年,十年,甚至是二十年 你特别想知道说婚姻可以怎么改进 这本书也很适合你 但是这本书不太适合哪种人 我一边在读的时候一边就想这个问题 这本书并不适合那些不是很在意婚姻的人 就我对婚姻没有这么重视 我为什么来听这个书啊 所以如果就是听众你们对于婚姻 假设你没有那么在乎,没有那么投入 那么这本书可能听起来的话 你会稍微有一点走神 我现在想说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婚姻这件事情难不难 听听大家的意见 婚姻当中,婚姻难不难 我自己的答案是婚姻是很难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大家总是会有一种感觉说 好像有一些人营造出来的一种感觉 是婚姻没有那么艰难 但是作为一个生土其中的人 我是觉得婚姻是很艰难的 婚姻之所以难的原因是因为在婚姻当中意味着百分之百的信任和合作 以及百分之百的打开 婚姻当中意味着你对一个陌生人其实是完全的接纳 同时也把自己所有人性的这个优点和缺点全部暴露出来 婚姻是最难的合作 它意味着你把你的所有的就是人性都暴露给另外一个人 然后要达成理解信任 然后你们双方要在一起共同走三十年和四十年 这个我觉得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 能够处理好婚姻的关系 基本上可以处理好所有的合伙人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啊 婚姻的难度有些时候甚至难过和父母之间的相处 因为父母有些时候是来自于血缘 那我们天然看孩子就是很开心的啊 但是一个人在刚刚热恋以及到新婚 以及到第一个孩子出生 到自己的孩子十岁 到你步入老年五十岁 到你六十岁 你每一个时期你对婚姻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啊 尤其对一些人生发生巨大变化的啊 比如说突然财富的增加呀 中奖票了呀 或者是身体的变故啊 疾病啊 或者是对于人生有不一样的期待啊 这些你个人的重大的变化 都会对婚姻造成更大的压力啊 所以应该是身处婚姻的人都能理解婚姻这件事情 真的很难啊 只要你心平气和的去想一想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很难 那这件事情很难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对于婚姻关系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质疑 如果要处理好一个关系 首先你是一个优秀的个体 对不对 就有没有存在这种 其实我个人的问题没解决 但是我只是解决婚姻的关系问题 我就能把婚姻解决好了 似乎这个走不通 那我们今天讲这本书 它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如果你解决个人的问题 是不是婚姻就解决了 我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说 我这个感觉啊 婚姻当然是关于我 关于你自己的探索 关于个体的成长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也有相当多可以耕耘和改进的地方 而且普通人犯的错误是非常多的啊 很多我们对于婚姻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 我就提几个啊 那第一个就是 很多人认为夫妻的很多冲突 是需要解决 但实际上 婚姻的很多冲突 包括争吵 是无法解决的 没有办法解决啊 那我们的作 我们的作者 哥特曼博士 他就说 婚姻的69%的问题 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典型的这种 比如心理学家 或者心理咨询师 会让两个人做到一起 去解决你们的冲突 其实是无效的 传统的婚姻咨询的技巧 其实失败的概率也很高啊 那在一些调查当中 有数据的显示啊 成功率只有30% 70%经过心理咨询师复合之后 跟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师一样的 可见 其实那这种关系的这个修复 也是非常艰难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大家觉得外遇啊 是很多婚姻危机的 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实际上啊 外遇更多的 可以看成是一个结果 婚姻是什么 婚姻外遇通常跟性都没有关系 外遇是在寻求友谊 支持理解 尊重 注意以及关心 这跟大部分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 实际上我们对于婚姻的误解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 那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作者 为什么要听我们的作者 约翰·戈特曼来讲婚姻 是因为他是一个40多年的 亲密关系的研究的学者和临场工作者 约翰·戈特曼是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他曾经在美国心理学家的评选当中 有一个叫25年以来 10位心理治疗大师 他是其中一位 然后1996年的时候 他和他的妻子Julia 组建了一家戈特曼研究所 就Gottman Institute 然后最主要是帮助更多的人去改善婚姻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书集 是因为我们的学者专家 他把一生的时间和精力 全部奉献给了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个专业人士的 婚姻这个 婚姻的这个难处 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 那今天我来讲一下 第一个问题先来讲一下 就是当一个人的婚姻 就你觉得越来越不舒适 你觉得特别痛苦 它的表现在哪里 在书的最前面呢 出现的叫末日四集市 或者可以大家可以看成是 Gottman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看一个夫妻五分钟 观察五分钟 就能预测这一对夫妻 未来四年的婚姻状况 然后我在其他的地方 也看到了一个数据 是未来夫妻一年的婚姻状况 然后他的准确率是91% 你就让他看你五分钟 他就知道你们这对夫妻 会不会未来一年之内 会不会离婚 准确度91% 如果你再给他多一点点时间 那准确度还更高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挺惊讶的 考虑到我们 其实这个 美国的这个离婚率 已经是非常高了 大家知道 如果从40年来看的话 美国的离婚率是67% 也就是67%的夫妇 会在40年之内离婚 这个 那这样一讲的话 好像这个本领听起来 也不是那么让人惊讶了 但是哥特曼依旧能够 非常细节的去描述出 那些身处婚姻危机当中人的表象 我们来看第一个 他说走向婚姻终结的末日四骑士 第一个叫批评 如果你在婚姻当中 你发现你不自觉的在批评对方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能是你 离婚姻很 已经很有危机的时候了 批评跟抱怨不一样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抱怨 比如说车子没油了 为什么你不能像你说的那样去加油呢 你看现在没有很麻烦呢 然后这个这是抱怨 我们刚刚这个是抱怨 那批评是什么呢 批评说 为什么你总是说过的事情记不住呢 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遍呢 一定要把油加满 你就是不听 这个是批评 这是批评 所以生活当中的抱怨 可能都不会带来重大的危机 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抱怨 但是批评会给对方添加很大的压力 批评就是总是去评判一个人的品行 或者是他的品格 我们经常比如说 我们对孩子有时候也会这样吧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呢 你这个吃饭的时候 总是掉的满足都是 你一点都不珍惜粮食 或者说你什么事情都坚持不了 你看你现在钢琴也不想弹了 就是我们总会去 凌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去告诉对方 你的品格 你的能力 你的坚持 你的自律是有问题的 你没有做到 你没有做好 糟糕的婚姻当中的第一个迹象 批评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鄙视 他仔细想想 一般的情况在婚姻当中 大家觉得是很甜蜜 怎么会有鄙视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家庭 这个书上的三十页当中 有一个例子 彼得是一家鞋店的经理 他特别善于鄙视别人 比如他妻子 他给他妻子 买了一辆车 他自己也有一辆车 然后他批评他妻子 不愿意洗车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只要看看我们在选车 和穿着方面的差异 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以及我们重视什么 你取笑我自己洗车 但是你却把车开出去 让别人付钱 让别人给你洗 为了你的车 我们付了很多不该付的钱 而你竟然不愿意 费力去洗车 这太过分了 我觉得你就是惯得不清了 这就是一个鄙视的 非常典型的范例 就是他的老公指出 他妻子花钱的方式 跟他不一样 但同时还指出 他的妻子有道德的缺陷 就是宠不得 然后他的妻子就说 我之所以不洗车 是因为我的体力不行 那洗车很累的 他丈夫就没有理睬 他妻子这种解释 然后继续用很高的道德立场 又开始责备他的妻子 大家听一听 他说 我照料我的车 是因为我越用心照料 他就会用得越久 我不会说 只要出去买一辆新车就好了 这种心态 我知道你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他妻子还是想解释 想让他丈夫听他的 想让他合作 走到合作 他说 如果你帮我洗车呢 我也会帮你洗车 我会很感激你 但他丈夫 根本就不想跟他和解 说 你想啊 如果你爸帮你买个房子 难道你还指望他来帮你装修吗 你没发现 就是我发现你没有责任心的地方 你看 就他每一次指出对方的错误的时候 都要拿出品格这个东西去鄙视对方 然后在这种氛围下 如果你身处这种婚姻当中 那么你每天的这种自我价值 你每天的心情都会被对方破坏 那婚姻就会越来越压抑 然后你的情绪一点一点累积 就到了第三步啊 你会辩护 你会为自己想说 我虽然这个是花钱到外面去洗车 但是我不像你一样 把钱都花在比如抽烟啊 买漂亮的衣服啊 你看我在其他地方也很节省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辩护 当婚姻当中两个人都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正常的交流 我前两天看一部电影 也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辩护的例子 有一个丈夫属于那种 在工作当中要全心心的投入 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 赚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 觉得这样对得起家人 那有一天他答应妻子 去带着孩子去Halloween啊 就是万圣节讨糖吃 结果呢等他回家的时候 两个孩子都已经玩完了游戏 讨完了糖到床上睡觉 然后他先去孩子的房间里面 给他们打招呼 给他们道歉 然后又捏手捏脚的 自己刷牙洗脸躺在床上 然后他妻子正生闷气 其实没睡着呢 然后他悄悄就把灯关了 关了之后他妻子就喷的一声坐起来了 说啊难道就这样吗 一个解释都没有吗 然后他就起来说 哎呀不好意思我我我迟到了 然后他妻子就会责备他起去 这个时候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辩护 说像我这样的男人 提早摊黑 每天上班这么长时间 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可不想因为一个 没有赶上万圣节 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 就被妻子责备 你知道当每个 就是当我的这个销售的数据 写在我的黑板上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提心吊胆吗 普通的人可能连一半 或者一单都成不了 而我像一个英雄一样 每天能够赚这么多钱回家 就是想让家人生活的好一点 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 却因为这么一件小破事 而被责备 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辩护 就是这个丈夫要把他 没有遵守承诺 没有陪伴孩子的责任 宅得一干二净 而他宅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说我在做一件 更高尚的事情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挺耳熟的 在家庭当中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场合 就是一方为他自己的犯过的错 或者不承担责任 而做很多的辩护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冷战 家里婚姻有时候走到尽头的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冷战 冷战很简单 就是不说话 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但是在冷战当中 双方都承担了巨大的挫败感 双方都会有一种 巨大的无价值感 冷战虽然是一方发出的 但是呢 对双方的推产都是致命的 那冷战的一方到底是怎么讲的 为什么说 所谓冷战就是不回应 对吧 你说话呀 没有回应 你不要像个龙子一样 你一定要理我 你跟我吵架 没有回应 为什么呢 男的比女的更擅长于冷战 有可能我以前没这么反思过 有可能 因为男性很多时候 他在表达情感的时候 遇到巨大的痛苦 就他要去面对 这些情感的表达出来 他不擅长这个东西 他不想去说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回避 就像一辆车的时候 就是防暴死 就是打滑 最后就只能暴死 停滞下来 死机了 这个电脑完全不动了 他不想说任何事情 以此来减缓自己 巨大的痛苦 不能化解 其实冷战有很多避免的方式 比如说跟妻子说 我现在特别难受 我想自己去安静一会儿 好吗 然后我可能下午的时候 再跟你聊这件事情 这个就不是冷战 因为其实你已经告诉对方 你想安静一会儿 但是对于很多男性来说 他不想说这句话 他已经生气到 就是挫败感强到 就是什么都不想说 这是一种原因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冷战的一方 知道他不说话 这种沉默 能够给对方施加很大的压力 比如说妻子很生气 丈夫一回家之后说 亲爱的 不说话 对吧 为什么 他希望通过他的沉默 给对方施加压力 意思是 我很不高兴 而且你应该想明白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不高兴 如果你爱我的话 你就应该懂我 对不对 这种沉默最后都会带来 家庭情感亲密关系的巨大伤害 如果一个家庭当中 批评很多 鄙视很多 辩护很多 冷战很多 那么大概率 这个家庭的婚姻 会慢慢的走向终点 那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苛刻 对于一方 对于另外一方 越来越苛刻 越来越看不惯对方 但从来不告诉他 只是常在心里 这种苛刻慢慢的会变成鄙视 最后有些时候 就会在某一个时刻爆发出来 然后呢 关系就走到终点 还有消极的情绪淹没 完全不想解决亲密关系 不想跟妻子好好谈一谈 觉得没救 我没有办法去解决 婚姻当中亲密的问题 他无法理解我 我身处这个婚姻当中 就是不幸 都是由于我 没有跟对的人在一起 没跟对的人结婚 然后会找出很多如果 如果跟出现情人 如果我不是这么早结婚 被消极的情绪淹没 不想再采取任何措施 即使有咨询师在面前 说你说说看 你有什么感受 不想说 保持沉默 第三是身体语言 身体语言就是 生活当中的这种亲密 拉手 拥抱 全都没有 非常消极 最后就开始分床 分居 然后慢慢的这个情感 越来越淡 感情修复失败 就是特别想跟对方去和好 但是发现有些东西 没有办法改变 最后呢 再次陷入绝望 就想放弃 然后第五个叫糟糕的回忆 我们每一个夫妻在一起 一定会有一些 非常美好的回忆 年轻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那我们走了七年八年 十年之后 很多那些曾经的 很小的美好 已经不见了 然后都想不起来了 但是呢 当你们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 你去想一想 你们当时是怎么在一起的 一起听歌 骑自行车过来接你 给他端一杯热水 然后两个人怀孕的时候 去医院看医生 这些非常小的细节 往往能够去拯救他们的感情 只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 去回忆他们当年是多么的相爱 很多婚姻会慢慢的和解 他会充满力量 但是离婚的信号就是 他已经不愿意去回忆 他们当时或者在他的回忆当中 他充斥着对于妻子和丈夫的抱怨 觉得他处处都不对 完全不行 我觉得这个 大部分人 在婚姻当中 应该或多或少 都会感受到一份关系糟糕的地方 为什么 我们在走入婚姻之前 都有过热恋 亲密关系的光运 就是浪漫时期 每一份关系都有浪漫时期 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 跟客户 跟朋友之间也都有 但是一定会有强烈的冲突 就对方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希望在你的恋人面前 看到另外一个你 看到一个自己 你可以 你觉得说因为他 所以我的生命更有价值 但是慢慢的 你越来越发现 他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然后你可能想改变他 让他听你的 或者去塑造对方 但是你越来越发现 对方不会因为你去改变 最后你会发现 是真正婚姻当中 是两个陌生人 走到一起 要进行合作 这个人可能在生命当中 任何时候迅速的出现 但是你一定要去寻求 跟他合作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对于人的挑战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 会非常渴求分开或者离婚 就是因为婚姻当中 很多的痛苦啊 无法解决 最后大家都期待于说 分开我离婚了 我就解决这所有的问题啊 所以接下来这个观点就是 婚姻的痛苦 会让很多离婚的人 低估离婚所带来的痛苦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 这个婚姻幸福的人 到底有多少啊 十个人当中 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数字 就你觉得说 十个人当中 幸福的婚姻到底有多少 但是我还是想告诉大家 离婚的人往往会 低估离婚所带来的痛苦 因为想离婚的人 就是他处在那种说 我只要离开这段关系 就能解决我所有的痛苦 但实际上呢 离婚对于人的情感 或者是一个人的价值摧毁 都是很致命的 我们对身边离婚的人的同情 比这个我们预料到的这种冲击啊 我觉得要来的更少 实际上如果我们刚刚从一段 亲密关系当中挣脱出来 他和一个父母啊 就是和自己的孩子产生冲突 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和朋友有时候大吵一顿 都会非常痛苦 如果跟你在一起生活很多年的人 然后你的自我价值 很多时候都依赖于这种亲密关系 我觉得离婚对于人 带来的这个冲击是相当大的 但是很少有真正身处想离婚的人 会想明白这一点 他总觉得说离婚这件事情 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 可以把它从痛苦当中完全解救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幸福的婚姻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 那痛苦的婚姻带来的 带来的这个不适 或者带来的痛苦也是巨大的 不幸的婚姻患病的概率 都要增加35% 然后平均寿命缩短4年 不幸的婚姻带来的生理压力 和情感压力都是巨大的 而且增加心理疾病 为了一个幸福的婚姻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都应该去付出努力 怎么样去营造一段幸福的婚姻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对于婚姻有很多误解 我们觉得婚姻的问题是 婚姻很难 然后在婚姻冲突的阶段 有很多这个黑暗的要素在里面 破坏我们这个婚姻的持续 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为婚姻找到很多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婚姻 到底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解救 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爱情测试 大家可以拿一支笔 拿一张纸 我这里有20道题 我要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在我们的书上第51页和52页 然后大家每一道题 大家觉得是对 你就写画正字 画个一画一杠 好吧 第一个就是 我要开始了 大家准备好纸和笔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游戏 每一道题你的回答是对 你就加一分好吧 好我们开始 第一 你能说出你配偶只有的名字 他的好朋友是谁 你能说出名字 第二你知道配偶目前面临的压力 第三 你能够说出最近让配偶觉得很恼火的人的名字 第四 你能说出配偶的某些人生梦想 第五 非常了解配偶的宗教信仰和想法 第六 能够说出配偶的基本的人生哲学 第七 能列出一份配偶最不喜欢的亲戚的名单 第八 知道配偶最喜欢的音乐 第九 能列出配偶最喜欢的三部电影 第十 配偶了解我目前遇到的压力 第十一 知道配偶生命中三个最特别的时刻 每一个你回答式都加一分 第十二题 能够说出配偶小时候遇到的最紧张的事 第十三 能列出配偶人生的主要志向 以希望 第十四 知道配偶目前的主要的烦恼 第十五 配偶知道我有哪些朋友 配偶知道你的朋友 对方知道你的朋友 十六 如果配偶买彩票 重大奖 你知道对方想买些什么 或者想做一些什么 十七 能详细说出第一次遇到配偶时的印象 十八 会定期询问配偶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十九 觉得配偶很了解自己 二十 配偶了解我的期望与志向 好的 这是第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的话 最主要是了解你们现在的夫妻关系 就是你们的爱情的这个分数 爱情地图的质量 不知道大家这个分数是多少 每一个加一分 然后我说一下这个结果 如果十分或者十分以上 分数在这个区间 说明你的婚姻还是很牢固的 就配偶的日常生活 期望恐惧梦想而言 你脑子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爱情地图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偏偏是那些特别在乎亲密关系 也愿意为此改变自己和学习的人 所以你们正好是很 就是有很高的婚姻质量 那这个是一个悖论 你们其实不用那么去听这本书 但是偏偏你们是最愿意听这本书的人 而那些不愿意改变 不愿意学习 也对婚姻不那么重视的人 觉得无所谓 或者在痛苦当中 却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人 反而没有来听 太遗憾了 每次都有这样的悖论啊 好的 或者是分数太低 就不好意思在这里说出来了 我自己看了看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的打分应该是在十分以上 OK 好 那第一个测试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于 你要知道你现在所处的亲密关系的质量 如果诊断出来问题 咱们才有后面的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接下来的话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的亲密关系不是很好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亲密关系变得更好啊 第一种方法 越了解彼此关系就越深厚 你一定要确保你的伴侣了解你的成功与奋斗 你受到的伤害和治愈 你的情感世界你的使命已产 你想变成谁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太太跟我聊就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你最热爱的事情 你即使是不给钱也愿意干的事情 然后那个谈话让我印象很深 是因为很少有人会把我喜欢做和我擅长做的东西 以及我热爱做的东西全部区分出来 我很认真的回答了他的一些问题 并且我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对于我自己的了解也更多了 然后我又把这些问题去跟我太太问了一遍 我觉得这种谈话就非常有质量 而且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很难找到一个人能够去谈这样的谈话 所以其实什么是夫妻关系啊 就是怎么样去改善婚姻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人没有进入婚姻当中 会觉得说婚姻太难太恐惧 望而却步 我不敢进入 但是如果讲到如何营造一种好的婚姻 其实不是需要很深奥的道理 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 很日常的一些原则 可能很多人自己这个婚姻经营的非常好 他并没有去总结过 或者并不知道自己婚姻经营好的原因 就是婚姻的奥妙其实在于日常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了解对方 你越了解对方关系就深厚 我们在没有婚姻的这个压力在哪里呢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在于孤独吧 所谓孤独就是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理解你 你的生命没有被理解 这就是孤独感的来源 那比如说在一个岛上 在农村里面没人跟你聊天 也没有人对你感兴趣 这就是孤独感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 比如说你是出名了 当大明星 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注意你的时候 你会好像觉得自己怎么样 被关注到了 但是其实那种那种关注 是可以给自己增加很多 觉得啊我是有价值的这种这种感觉 但是人生最重要的关系 有些时候不是来自于一千万的人都看着你 而是在于有一个人真正能问你一些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奋斗 你有什么样的成功 你曾经受过什么样的伤害 你是怎么治愈你自己的 你的情感世界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使命 你想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你想变成谁 这些问题都非常非常好啊 嗯今天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提供相当多的 让你的婚姻质量变得更高的一些方法 其中这个就是很好的夫妻间的话题 今天就可以问啊截图下来之后 又可以跟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说 我们聊一下这些问题吧 或者每天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吧 你的婚姻质量就可以提升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叫感情储蓄 这个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 所谓感情储蓄就是感情就像银行一样 要放很多东西 否则的话你总是娶 妻子照顾你 就是妻子给你做饭 妻子理解你 妻子体贴你 妻子原谅你 这一切都是在知取 在这一份关系当中 你总觉得别人应该迁就你 那取到最后 照顾就没有钱了就透支了 所以呢 其实夫妻很多时候是在一起经营 往你的银行账户里面扔钱 当你储蓄的越多 你就越有安全感 你们的关系就越深厚 那这个的话是可以看这本书的第83页 我觉得这一个这一部分特别值得讲 甚至我们今天整整50分钟 就讲这一个话题就可以了 就是所谓的婚姻 高质量的婚姻 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是否和你的伴侣一起做很多 普通日常的事情 经营好一段关系或者是婚姻 并不需要心理大师 也不需要去上很高深的课堂 只需要在生活当中把日常的很多行为经营好 但是 在我的身边 我觉得可能有50%的家庭 并没有很好的做件事情 那说起来还是觉得很遗憾啊 就是在中国的家庭关系当中 我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家族 遗体 社会 工作 金钱 但是我们很少把我们的目光 投向对方 我太太 我老公 他有什么样的梦想 他今天感受怎么样 都是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啊 并不高深 但是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 极大的改善婚姻的关系 下面我来读一下啊 83页当中 可以和伴侣一起做的事 如果我能想到我的一些细节 我也会分享一下 第一个下班后以家人重聚 谈一谈这一天是怎么过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大家知道婚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是第一个孩子出生 有67%的夫妻 在首次为人父母的时候 都有婚姻满意度的急转直下 婚姻满意度最高是新婚的时候 然后呢 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急转直下 婚姻的满意度提升是 不如晚年50岁或者60岁之后 婚姻质量会逐步的再次提升 那孩子出生之所以给婚姻带来巨大的挑战 是因为妈妈的注意力就转到了孩子身上 所以呢 夫妻双方的注意力都在减少 慢慢的评感就会变得平淡 所以下班后与家人重聚 谈一谈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尤其是孩子出生之后 夫妻之间也有这样的对话 第二个是拟定购物单 购买日用百货 其实逛超市就是一个很好夫妻可以做的事情 逛超市 发现很多很多 你有没有发现两个人一起逛超市 是一件很亲密的事情啊 周润发是一个大明星啊 但周润发很感动他的粉丝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会和自己的妻子去干 去逛一些普通的这个菜市场啊 就是很多菜市场的这些饭 这个这个菜饭啊 都跟他很熟悉打招呼啊 这件事情让人有一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人感觉很亲密 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在共同 准备食物 然后在 构建自己的生活 他很小 但是会很温馨 会给关系带来很多正能量 一起做饭 那我知道妻子承担了很多的这个家务啊 做饭 但是丈夫一定要参与当中参与做饭 丈夫做不做饭 其实跟丈夫在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 做家务和做饭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结婚之前一定要问一问啊 就是你们家你爸做不做饭 这个很重要啊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说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吗 就是伴侣的父母相爱 80%的可能性 这个伴侣不会有太大问题 我觉得我女儿以后 他他找男朋友 必须问一下他男朋友的这个爸妈妈 是不是相爱 这个很重要 他是一种示范啊 一起做饭就件很很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我到了38岁之后 或者39岁之后啊 参与做饭的时间会增加 虽然我以前也做饭 但做的要更少一些 然后第四是打扫房间洗衣服啊 这个我做的不好 我特别不喜欢打扫房间 那洗衣服我几乎是零 那如果那个洗衣机 他想了 就是他洗完的衣服了 我会过去把那个洗衣机关掉 但是我想不到说要把衣服拿出来 我也绝对不会想到要去晾衣服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爸从来不干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做的不好的 第五个是一起上街买衣服或者是礼物 给自己给孩子或者给朋友啊 这个我也是做的比较多的啊 然后第六是两个人单独不带孩子 记住不带孩子在外面吃早饭 或者午餐或者是晚餐 或者是你最常去的地方或者酒吧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做的特别不好的 中国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一定带着孩子 他们很少觉得有必要没有孩子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也在一起相处啊 这个我也做的不好啊 所以我我觉得我的朋友王元明 他就做的非常好啊 两个人经常有周日的约会日啊 我就听起来很高级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爸爸也特别应该听啊 并不是因为讲的多好或者是很深奥 不是因为是讲的一些特别应该做 但是中国家庭没有做好的基本简单的道理啊 婚姻不需要很高深 就是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第七是早晨一起看报纸 那现在看报纸的人很少了 我们的信息都是从手机啊公众号获得的 但是两个人拿着手机在看就不是亲密的表示 两个人在一起看书是 两个人在一起看报纸是 很奇怪啊 特别有意思啊 都是获取信息 但是这个早上一起看报纸就会显得非常温馨啊 互相 大家各自看手机就不行 第八是互相帮助对方完成自我完善的计划啊 比如说我最近开始每天跑三公里 那我的妻子很支持我去跑这个三公里 这个也是一种互相给予对方支持的一种方式啊 第九是计划并举办一个聚会 家里招待一些人数很少很亲密的朋友 是增进家庭氛围或者夫妻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因为你们可以一起商量买什么菜啊 谁坐在哪里啊 今天这个客人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 然后客人来的时候会带进不一样的信息 而且客人来到一个家里做客 会让家庭会有一点点紧张 因为他们要做很多的准备啊 因为有其他人的评价 尤其是像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有时候客人来家里做客上是压力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 之前有一本书叫做去最幸福的四国寻找幸福 其中提到这个芬兰 他们冬天时间都很长 很冷 但是而且他们的这个收入都是高度平均 百分之六十几的收入全部用来交税 但是芬兰是世界上最幸福度最高的国家 为什么呢 一个冬天日照时间都很少 冬天温度很低 但他们很幸福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有很多这种社交的活动 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家里招待客人 招待朋友啊 如果你的家里经常能招待一些朋友啊 我觉得很少的不是那种家族的聚会啊 可以极大的提升家庭的这个幸福程度啊 然后第十是在工作的时候互相打电话 想一想或想一想对方在做什么 哇这个听起来好腻味啊 在工作的时候还互相打电话 那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丈夫在上班 妻子打电话 丈夫就非常不耐烦 干嘛呢我在上班呢 听到这里的时候 丈夫应该稍微要改一改啊 我有时候会做一件事情 比如我出差的时候会把我吃的饭 发一个照片 发到微信里面啊 给我太太 我觉得这个 这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可能哪顿饭吃了毒死了 可能对方知道是哪顿饭有毒 有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啊 开玩笑的 那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我告诉他 我今天早上吃的什么早餐 好像是一种互相交流 或者我想让你知道 我现在正在做什么啊 就听起来好像很无聊很琐碎啊 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沟通的方法啊 然后我也想我太太这个 把孩子在家吃什么饭拍照发给我 但是他就没有这种感觉 后来只不过我发的太多了 偶尔他也发一两次 然后十一 在一个浪漫和僻静的地方待上一晚啊 在一个浪漫和僻静的地方 当然是指夫妻啊 比如北京郊区有一个叫山里横舍 那个地方是非常适合这个 非常亲近待上一晚的地方啊 但是很很远啊 非常非常偏远 开车很长的时间 北京的郊区的话 我特别喜欢去燕七湖 有些时候我就会一个人在那 呆一呆 呃就是这种 把自己完全放空 没有什么人际压力的这种方式啊 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一种一种方法 第十二 工作日里面一起吃早餐啊 这个应该大部分家庭都是一起吃早餐吧 十三一起参加宗教活动 十四收拾院子啊 维修房子保养汽车 这个中国人没有院子啊 也很少会自己保养汽车 基本都是 中国的人工没有像国外那么贵啊 所以这个应该很少 十五完成社区工作委员会分派的工作 比如说当志愿者啊 中国这个也比较少 十六一起锻炼身体 我觉得一起锻炼身体 在中国的家庭应该非常少啊 很少 但是可以一起散步啊 比如吃完晚餐 全家人或者是跟妻子一起出去散散步 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什么是相爱的夫妻啊 这里他这个非常非常多 这个清单非常多 其实想把整个清单全部读完 读完之后啊 整本书的我觉得精华 它的真正的内涵就是在83页和84页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看这个清单 一共有60件事情啊 有一些特别特别细的 比如说去一起去试驾一个新车啊 帮助他人参加葬礼 送孩子上学 付账单 一起开车上下班 计划度假 参加学校的这个活动 比如说家长会一起旅行 一起看电影 订外卖 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啊 与亲戚保持联系 这些全都是能在一起做的事情 那大家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在这60件事情当中 选三件可以和对方分享的 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一边听 一边记 然后写下来 然后跟丈夫交流 说这三件事情 我特别想跟你一起做 很重要很重要 以其我们去找一些修复夫妻关系的 非常重大的深奥的道理 还不如在83页84页当中去找 60件可以和伴侣一起做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你开动起来 你可能慢慢的你们的婚姻关系 会得到巨大的这个改善 在这里的话 就是一定要告诉大家 婚姻不需要特别深奥的心理学的原理 但是需要你每天在日常当中去耕耘 然后婚姻很难解决那些无法解决的冲突 生活当 就婚姻当中有很多的冲突是无法解决 比如审美 对孩子的期待 人生观 价值观 对于教育的看法 对于工作的看法 很难解决 尝试想改变对方终极价值观的这个婚姻 都是很痛苦的 那什么是好的婚姻 好的婚姻是这些强烈的冲突 可以先搁置 先放到一边 或者是宽容 或者是旺季 对方就是喜欢大红 大黄 大绿 但是你就是喜欢很 很淡 很素雅的东西 你们的审美观是不一样的 对方可能就喜欢看博物馆 但是你每天都想开赛车 没有关系 你们都可以保持对方的爱好 然后去原谅对方的一些选择跟你不一样 然后重新去找到你真正能 能跟他在一起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清单 大家一定要到这本书里面去做记录 要截图 要写下来 这是可以改善婚姻关系的第二件事情 感情土序 要投入到生活的小的事情当中 到这里的话 如果一些没有进入婚姻的人 如果你们对婚姻有一些这个发触 那你听到这里的话 应该会更有信心意见 第三个是培养喜爱 培养喜爱意思是要喜欢伴侣 婚姻痛苦的人是因为他在伴侣身上 已经找不到任何的可以欣赏的地方 然后他只剩下挑剔 苛责 批评 鄙视 然后慢慢的婚姻走向终结 好的婚姻是 你能够在对方身上看到一些你喜爱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你一定要回答出来 就是你能从伴侣身上学到什么 这个对于很多人是很难的 有很多丈夫说 我能学到什么 我妻子处处不如我 有一些妻子也会说 那我丈夫处处不如我 在我的身边 我的很多朋友都说过这样的话 就看不上自己丈夫 或者看不上自己妻子 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更高 赚的钱更多 能力更强 不管是智商 还是人际关系 沟通都碾压对方 这个经常会有 因为你们两个 实际上是两个陌生人 对不对 你们在一起 你们一定会有一些天赋特质的差异 所以一方 有可能会比对方 另外一方的能力更强 这个时候就会生出一种优越感 你会觉得我比你好 这种比较是非常伤害婚姻的 婚姻一定要从对方找到一种喜爱 你一定要心平气和地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能从伴侣身上可以学到什么 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也问过这个问题 就是父母到底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什么 一旦你能够开始回答这个问题 你的婚姻会更幸福 你的亲子关系会更幸福 大概率说明你是一个更谦卑 你是一个愿意从别人身上学到东西的人 而且大概率可以说明 你是一个更有安全感的人 只有真正有安全感的人 才会把注意力投向他人 并且想我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比如说女性更细心 更有耐力 我经常在我体力不支的时候 然后我的妻子会承担很多的家务 或者是我支持不住的时候 我就会倒到床上 必须要休息 但是我的妻子的耐力就比我好很多 然后我很多搞不定的事情 他都可以搞定 那这些都是我以前很难看到对方的地方 我会觉得说那我自己创业承担很多的这个家庭的压力 我会觉得好像自己贡献更大 但实际上心平气和的想一想啊 那些在社会上取得更好社会地位的人 或者是能够有更高收入的人 应该彻底的放下自己的傲慢 要变得更谦卑一些 这个是很难的 尤其我这些是完全说给很多丈夫听的 男性有些时候他的那种自恋的情节是难以察觉的 这个和我们的文化有关 因为文化也是在不断的歌颂男性所带来的所有的作用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你有很多事情搞不定 而很多时候你都是依赖对方啊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让妻子出去旅行个一个月 你就会发现生活会变得如何的一团糟 所以这种喜爱 它的前提是建立在你是一个平和有安全感 愿意学习比较谦卑的人 这种人也往往能够营造一个更好的这个婚姻关系 傲慢的或者是评判的人 他的婚姻关系会更糟糕一些 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能从办理身上可以学到什么 而且绝对不允许我们不接受这个答案说 我在他身上学不到什么 因为我就是比他优秀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存在这样的答案 第四件可以改善婚姻的这个小的tips 小的诀窍 就是接受配偶的影响 我觉得把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 和配偶分配权利 比如说房子应该买哪里的 车库应该怎么造 花园应该怎么弄 弄不弄游泳池 车是怎么保养 是让别人洗还是自己洗 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 那这些都包含着相当多的决策的权利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权利要让渡 要非常愿意说这句话 说亲爱的你说了算 今天去哪吃饭 怎么旅行 要不要去看父母 过年的时候去你家还是去我家 丈夫一定要学会亲爱的 你说了算 那妻子也有时候 如果你占有大部分的权利 也应该说亲爱的 你说了算 这句话会让你们的婚姻关系 大大的好转 其实你很不情愿 你也要逼着自己说 因为分享权利 是婚姻的核心 就你必须做这件事情 这是四个可以改善婚姻质量的方法 我觉得特别有效 或者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每一条都能给我带来共鸣 作为一个真正的亲历者和过来人 我会觉得 他写的都是我们真正婚姻当中 特别实用的 特别接地气的这个建议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这本书是一本美国的作家 美国心理学家写的书 但是并不存在着 美国的家庭和婚姻 跟中国有什么样的区别 大部分的事情 除了我们没有后院 大部分的事情 大部分的建议 适应不同文化下的不同的家庭 由此也可以说明 其实人性都是很相通的 婚姻的痛苦 婚姻的挑战 全世界都是相通的 所以只要把正确的事情都做到了 都会特别好 这本书在最后的话 也讲了一些特别可操作性的一些建议 我也给大家稍微读一下 一些方法 就具体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爸爸一定要参与照顾孩子 让爸爸成为孩子的玩伴 中国很多家庭父亲不参与孩子的教育 觉得说这些都是妈妈说了算 尤其对孩子的教育不上心 从事教育行业 我做讲座的时候 下面80%都是妈妈 所以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 所有听讲座的父亲先表扬 这些才是真正幸福的家庭 然后第二是一定要开创属于夫妻的时间 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可以来一个周六的晚上的约会日 或者周日的时候 就夫妻相处日 这些都可以 然后一定要注意让妈妈休息一下 尤其是当孩子比较小 一到三岁的时候 一定要给妈妈一个完全无人打扰的时间 是不是都提的非常中肯 然后要注意爸爸的需求 因为父亲有些时候 男性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妻子可以问一问 你到底需要什么 你可能不好意思问 然后你一直在 这个迁就他人 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你要不要安静独处一会儿 你要不要自己一个人抽回烟 你要不要到一天喝一点小酒 你的需求都照顾到 然后家庭仪式很重要 晚餐 周末 说晚安 大家一起看电影 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整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说这本书其实对一个在婚姻当中 可能已经觉得很幸福的人 他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规的道理 听起来也没有那么难 但是为什么还就在这个世界上 依旧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的人没有经营好婚姻 或者那么多的人在婚姻当中很痛苦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人们不愿意去面对婚姻的这些冲突 不愿意去面对 因为要解除压力所带来的改变 我经常在提到婚姻的时候 就经常想起古典 曾经在他的书里面写过的一句 一段话 我给大家读一下 他说家庭 幸福 宁静 都是我们生命中长期的股票 他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购怒 然后慢慢地随着岁月中升值 家庭股是在40岁以后越来越升值 健康股是在50岁以后越来越升值 而宁静 则让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有无上的价值 持有它已经是莫大的荣幸 而大多数年轻 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 把他们全部廉价卖出去追求当下的现金 这段话我就一直都觉得写得非常好 正好也是我的朋友古典 在他的生命有什么可能 这本书当中写的 我每次在谈到家庭和婚姻的时候 都把这段话拿出来重闷 也就是说 我们婚姻当中的很多的这个痛苦 其实是由于不知道家庭婚姻 所带来的真正的价值所导致的 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投入到婚姻当中 不愿意做很多的自我改善 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 在我们40岁的时候 50岁的时候 婚姻家庭对我们的人生越来越重要 或者当你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和家庭的时候 你的生命质量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然后今天和大家做了很多的互动 我也能看出来 大家真的对于婚姻特别特别的关注 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你带来一些 真正的启发或者能够让你的婚姻关系变得更好一些 这就是我们今天幸福的婚姻这本书 所分享的一些原则 好的 谢谢大家